你要懂得去付屈 所以這個收入水收入水的適用 收入水收入水適用的就是一般透天的這種的 辦公的這種的 就是在一路辦公 對 因為它正好可以離馬路 像我們這裡有離馬路這樣 至於大樓以上的話 就是男的還是樓盡樓豬 女的無盡無處 這樣就好 真的家裡開樓不是這樣 蛤 家裡開樓 對 都開樓盆開樓 家裡的話開樓盆一般的樓盆樓不是營業場所 不是營業場所 最家裡的話 大部分都是開樓盆會比較多 是不是現在都這樣 但是你要注意 那是行家 你有沒有考慮到八宅 八宅法 那也考慮到絕工法 萬一八宅法是 樓盆這邊是絕地門 而這邊是生氣門 五門是生氣門 而玄公來講 龍門這邊正好是赤幼心 古門這邊正好是什麼 八百心 那正好以行家來講 以商派來講 龍門只好的一個行家 那股門是好的 玄公又好的 是不是 八百心靜 那你還是可以學古門 看電腦法 所以住家裡面 到底開樓盆開樓 實際上我們剛剛講 那只是一個行家說派樓盆一下 但是我們教那麼多派 你可以用很多派來定的門位 這樣聽老闆 所以你有時候會去看看人家 是不是很奇怪 他那獨棟的別墅 獨棟的別墅 他為什麼去開樓盆 你會覺得奇怪 但是不用習慣 不懂的人都正在開樓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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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獨棟的別墅在一個田裡面 只有獨棟的別墅 獨棟的別墅 幾十米外 你拿樓盤 跟大鵬坐下拿樓盤 你就知道他坐下怎麼樣 你就可以知道說 依照旋公余 就是依照發財 依照龍門來看 就還是開龍門了 所以肯定是老實開過 不然他不會自作主張去開龍門 所以說一般的住家要開龍門開龍門 沒有說哪一個對 越符合更多派系的條件 以那個門來個位數 這樣就搞得了吧 所以說很多說行家開龍門 比較容易虎方洞 比較傷女人 然後比較容易失落口子 壓力大 那是行家的論法 但是你有沒有考慮到其他派系 所以說他會開龍門 肯定有他其他派系的條件 就這樣聽懂了 好 還沒有問題 那是龍門搜水收入 是一樓的半公路 對對對 因為他離馬路嘛 剛剛我還有剛剛我們這裡的第一個圖 有水用上第一個圖 路衝那個 那也是一樓啊 你做三樓以上怎麼了路衝呢 衝不到的吧 對不對 對 一樣有道理吧 所以我們剛剛講的這個都是林路的啦 林路的 林路的如果是二樓的也算是有什麼樣的 二樓的話基本上就不用考慮了啦 都是一樓的 好 樓水就是偏柴水 樓偏為洋 水洞為洋 雖可得到偏柴 但身體比較容易生病 所以更需要內體的 不過很難調理 所以你看喔 他這開樓門 那水樓邊高 樓邊已經洋了 然後樓邊高用樓水從洋邊來 就是過洋過旺 所以你位置如果坐在虎方的話 那虎過堂 可以讓陰氣旺一點 讓陰兩條 他是這理論上是這樣子啦 這是理論啦 我們不以理論來講的話 樓水來 你的座位在最右邊 最後收彩的位置當然是你的位置 對不對 是你這樣子看的 這就是標準的陸法 那以理論來講的話 樓邊是主洋 樓水又主洋 洋過旺的話 希望是你的座位過塔 所以一兩條 他就是要付出問題 好 這個有沒有問題 那基本上你把這三個圖 直接飛下來就對了 反正你指的是一樓 樓邊都沒有這三個圖 店面也可以 位置到辦公桌 樓邊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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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農 樓邊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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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裡的話 樓邊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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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大概會講比較快一點 因為內語很多書上都有 不懂的可以發文 我會講快一點 楊宅禮拜 楊宅禮拜在很多的書上都不見得會寫 你在外面西家的書 如果會寫楊宅禮拜才奇怪 絕對不會寫 楊宅禮拜很多都講氣場學 所以它重點是在氣的穩定度 楊宅禮拜也讀斷楊宅禮拜為主 包括大樓、公寓、別處、禮拜、上個人事件 全部都算了 所以既然要講內局 我們一定要講楊宅禮拜 楊宅禮拜 這個很重要 外局再怎麼好 你如果內局有破的話 還是有缺點對不對 所以內局還是重要 不過我們這次講的行端法 以及你們以後不管在哪裡 有再接觸到行端法 外局的力道永遠佔70%到88% 也就是外局的力道永遠佔70%到80% 外局還是最重要 因為外局影響還是最大 它的格局也夠大 內局就這麼小小的一個 像這一間內局就這麼大 這一間內局就這麼大 所以內局影響的不會超過30% 大概20%到30%就已經算了 但是就算是它只有20%到20% 我們還是要注意 因為它還是佔給它一定的比例 楊宅禮拜一個叫破 一個叫山 一個叫善 一個叫斷 一個叫害 什麼叫破 契入宅之後 被不當的擺設破壞 造成宅的起堂破壞 這叫擺設不當 造成起破掉 好 現在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人家常常說中宮造梯 梯子在房子的正中央 它肯定會影響到房子的氣場 我們二樓的氣場 二樓的氣場 是靠一樓的氣進來之後 跟著梯子再往上爬 所以梯子它本身會有氣場 那中宮造梯 中宮是太極點造梯的話 氣場不一定 透天室的樓梯電梯 坐落在屋宅正中間的太極點 以及大廈樓中樓之樓梨居中 都不好 主三人口 有些人會去買樓中樓的房子 樓中樓的房子 梯子最好是隔著牆壁 沿著牆壁蓋 不要再重量 有些樓中樓的房子 梯上的中央它怎麼造 因為樓中樓它可能面積不斷 它梯子做回潛力有沒有 那種回潛力不好爬 但是它節省空間 所以它梯子就正好在房子中央 羅東堡有一種方式 它就是這樣子 它這是一個樓層 它大門從這裡進來 它這裡這一半是挑高的 它這裡閣樓是這樣子 二樓以上是 這裡是二樓三 它這邊是挑高 它可能做一個很大的燈飾有沒有 燈飾掉下來 然後這裡是客廳 然後這裡是廚房 還有廚房 還有位置 位於社會廁所這樣子 都在這裡這個地方 然後它這裡 中樓這裡 正中央這裡 它會有做一個維權地 維權地 三樓 這裡就是睡覺的地方等等 所以它這裡中間是挑 它進來這個地方是挑高的 然後這裡面這夾層 照你說羅東堡很多叫夾層屋 就是把它做一個夾層 這裡是廚房 這裡是廁所 然後這個上去之後 樓上隔成兩間或怎樣 但是它這裡中宮造地 做到維權地 因為它是可能羅東堡面積不夠大 沒辦法做羅地 它只能做維權地 那維權地很多都在屋子的中央 這叫中宮造地 很不好 所以這裡中宮造地 最明顯的是樓中樓最多 另外還有就是電梯別墅 現在很多電梯別墅 電梯正好在屋子的中央 電梯正好在屋子的中央 那中央太低點 坐電梯氣場動得太厲害 氣場不穩定 那破掉了 所以中宮造地 露氣場破掉 第二個中宮造廁 現在很多的那個 別墅比較不會 大廈就比較會 大廈還有很多廁所都在屋子的中央 所以說別墅樓中樓透天柱 有它的不好的地方是中宮造地 而大廈裡面 它不會中宮造地 因為它只有一層 它反而是中宮造側 所以是各有破敗點 別墅比較容易中宮造地 樓中樓比較容易中宮造地 造一半的樓梯或電梯 而大廈裡面的柱長 不會有樓梯 它就一層 但是反而會中宮造側 這兩個種都要注意氣場破 那中宮造梯、中宮造側 所以我們要注意 一般來講 一般來講 都三層的位 我們忍中央的位置正好是位 這腸胃系統的位置 所以腸胃系統的位置 腸胃系統的位置 腸胃系統的位置 中宮造側造成脾胃、消化、不良 脾胃、弱 那中宮造側要注意脾胃、脾臟有動刀的現象 因為梯子就像一隻鐮刀 所以說中宮造側要注意脾胃、消化系統不好 中宮造側要注意脾胃、消化系統開刀 那梯子哪一種比較嚴重 當然造側比較嚴重 對不對 這個都是贏家裡面的喔 這很重要 你們只要看到中宮造側 你就跟他們講脾胃有問題 而且比較容易開刀 十個主人家裡面都說 這人的腸胃不大 甚至有已經開刀過了 那中宮造側的話 那消化也就一樣腸胃系統不好 那當然就比較稀一點 萬一中宮造側正好在文昌位 文昌有可能在中央喔 對不對 那怎麼辦呢 商討運升遷 萬一中宮造側 而那個中宮的位置正好是文昌位 那怎麼辦 提議一下討運升遷 怎麼破 中宮造側或者中宮造側正好在文昌位 要破得很困難 百萬年輕或開運 那種比較容易綠色的植物 生活比較久的放在廁所裡面 他可以減逆無愧的情形 出演也可以啦 對啊 出演也可以 但是出演你要常常換 他不用一個月一個禮拜就要幫你吃 因為你廁所在那邊常常在洗澡 出演你一個禮拜就結晶了 所以你常一個禮拜就要換你吃出演 一半就放萬年輕不是更好 你放萬年輕放在廁所 你一年都不用換 你信不信 而且他長得還非常好 那可以破那個中央 中風造側 還有中風造側 一個文昌位的現象 好 那中風造側怎麼破 中風造側怎麼破呢 你梯子如果是迴旋梯的話 那很簡單 迴旋梯中央會有一根鐵柱嘛 對不對 迴旋梯中間是不是有一根鐵柱 你在鐵柱上面掉 五滴前就可以破 那五滴前就十一年 十一年黏在他鐵柱上面掉 掉就可以 那如果中風造的梯 他不是一般的迴旋梯 是一般普通梯的話 那你就在哪裡 那普通梯的那個牆面上 其實五滴前也可以 反正中風造側就會用五滴前破 他不困難 內局的破很簡單 內局破基本上可以用三種東西 一種五滴前一種葫蘆 一種就是牛排 就三種 內局比較破簡簡單 葫蘆五滴前或者是牛排 那雙門合適做 當然啊 不然你掉這只好看得不一樣 所以該花點錢 第二次賺就是要花點錢 對不對 那像電梯那個洞子比較厲害 樓盤也夠 電梯就是要樓盤 一定要樓盤 電梯的話如果中風造的是電梯 有些別處電梯正好站在那個別處的正中央 那就在電梯一樓的電梯門旁邊的那個牆壁 電梯門旁邊不是有牆壁嗎 掉了小樓盤就可以 你說掉很大的樓盤 樓盤無關大小 它是你開的那個浮令的牆樓 叫電樓盤 所以說如果是電梯的話 它動得更厲害 那就用樓盤 其他的用五、五地鐵就可以過 好 宅基地有缺損、缺腳、傷人丁、敗人丁 這個應該知道吧 缺哪一腳傷哪一個 缺庚、傷誰 缺庚掛 少蘭 對不對 那庚掛正好是醜庚乙 所以傷少蘭還有屬老虎的屬牛的 這樣應該簡單 傷禮 禮方有缺損傷誰 忠 宗 宗 秉魯丁 傷什麼的 屬馬人 就這樣子 這應該知道 好 那為什麼說基地有缺損也入破 他本身說缺損當然是破啊 這樣聽懂吧 所以陽才五敗破排在第一個 所以基地有缺損是很嚴重的 傷人丁耶 愛人丁 破 會形成破的有三種 第一個 中公造地 第二個 中公造車 第三個 基地缺損 會形成陽才五敗裡面的破 好 如果沒有問題 我們就看傷 什麼叫傷 氣怒載被傷到造成氣堂不順 哪些現象是叫做傷 很多門進來會設個玄關 沒錯吧 但是以為玄關水被擺就好嗎 玄關擺自不當 他沒有回氣反而去傷到這個氣 造成氣反而會轉得不順 玄關太關大或太低門都不好 基本上玄關乙跟大門的比例是怎樣 大門這樣子進來對不對 如果這是大門 我玄關的擺設只要高過大門 翻過大門這樣就可以 玄關本來就是在煮那個氣 這個